眼眶泛淚 想到身心障礙兒與家庭的心酸 藝人郭彥均哽咽難言 他大演天使新家族基金會活動 宣傳336愛奇兒家庭日 呼籲社會大眾關注 也認識這樣的家庭 今天這樣過來的時候 我看到前山 然後我身上這樣抱過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好 我好感動 我好感動 我有時候會覺得說 我的女兒幾歲開始 就不會這樣抱我了 她是沒有要傷害我的 她是因為太喜歡我們 所以擁抱我們的 在我的教育過程中 我以前也有在學校教育書 在教室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 不同需求的孩子 那個時候其實 我覺得人生有很多種選擇 一種選擇是你可以質疑他們 另外一種選擇是 你要如何支持他們 可是你知道嗎 當我支持他們的時候 我會覺得這個社會的愛 是更濃厚的 然後我覺得就像岳芬姐剛說的 十一萬個家庭承接了 我們所有的幸福 我反而覺得這是一個 很感人的一件事情 對不起 謝謝 彥均的形象一直很好 我覺得身為人父更有感動 然後我覺得 因為我們都有小孩子 對 啊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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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們都有小孩子 我們都期望我們的小孩子 有一天是會長大的 可是我們沒有想過 如果我們的小孩子 如果長不大怎麼辦 這個是一件非常非常 我不知道怎麼說的事情 就像剛剛陳善 往我身上抱過來的時候 你看他現在又在擁抱別人的時候 因為這個是非常真誠的 這反而是我們大人 長大以後沒有的東西 但是 身為真正在照顧他們的 爸爸媽媽呢 我真的覺得 你們非常非常偉大 而且你們的內心 比我們堅強太多了 太多太多了 其實我們在基金會裡面調查過 所有的父母90%好期待被友好 但友好用什麼方式去呈現 因為是父母在看顧這樣的孩子 或許大家焦點都在孩子的時候 然後當父母的心死的時候 其實坦白講那個動力 其實在社會跟這些孩子的動力 是有一點 好像沒有辦法很直接的連結上 就在這樣的一個當中 其實當父母 如果他的心被復原 他能夠跟 其實父母比較容易跟社會大動接軌 其實我時間很短暫 我很難做很多的解釋 然後我常看到在這十幾年 包括336 看到當這個活動 每次的互動裡面 一般的家庭跟生殖家庭 互動之後產生那個效應 我覺得是雙贏 所謂的雙贏就是說 我們有一句話以前常常講 助人為快樂之本 助人是快樂的前緣 然後當那個助是同理的 一起來互動的時候 其實坦白講 那個喜樂就從 他的互動裡面去得著 我就相信愛其樂的價值就在 當我們願意的 願意付出的時候 那3月18號我們就是希望做一個這樣的平台 健康就好像在好像在確診 但是在這個這個好像隔離裡面 因著我們的友好 我們把這個隔離拉開 期待這個從一個點到線一個面 願台北市就成為一個非常友善友好的城市 天使星家族服務身心障礙的家庭超過20年 每年舉辦336愛奇兒家庭日 鼓勵他們勇敢走出戶外 影響健康 台北市議員曾憲瑩 看社會局也號召大眾為愛奇兒加油打氣 為什麼跟我比較有相關呢 因為天使星基金會 未來要在文山區成立一個照顧型的 全天的一個照顧型的一個機構 一個地點 那麼特別照顧身心障礙的這些的家庭 讓他們有一點喘息的機會 所以呢這是一個社區型的 也就是說希望這變成一個模範點 示範點 就是說社區自己友好接納 自己社區裡面的身心障礙的家庭 然後來照顧 那麼志工人力可能從社區來 如果這個社區的模式建立的好的話 我們希望能夠擴散到台北市其他的地區 讓社區接納自己社區的身心障礙的孩子也好 身心障礙的家庭也好 那我希望台北市各地都有這樣子的社區照顧 社區照顧的中心 家長願意走出來孩子才有希望 給人快樂是天使對不對 救苦救難是菩薩 所以我想不論你擔任天使或菩薩也好 但是家長其實真的要比所有更多的人都還要更勇敢 而我也深信如此 今年其實很重要 我想每年都一樣 三三六對不對 對於我們而言上 每年的這個三月第三個禮拜六 其實是一個我們很重要的享樂健康奇力夠 是一個我們家長聚會的日子 怎麼樣子讓大家可以齐心向力 為我們孩子開創一片天 而這樣的事情上也不是只有單純的靠民間來做 我想我是站在社會局的立場上 怎麼樣子在社會局的角度裡面 透過公部門給予更多的支持 也讓公部門響應 然後讓這個社會的文化能夠被改變 讓這件事情可以獲得更多的肯定 其實相當的重要 所以我想響應這件事情上是絕對要做的 擔任家戶病房護理師的美娟 在生下陳善之後生命變得不太一樣 儘管發現陳善幼腦發育不全 仍舊照顧她至今長成19歲的高大少年 照顧期間她也感謝走入天使新家族這個大家庭 大家可以看到她就是一個大寶寶 可是她有腦麻 腦性麻痺 然後有癲癲 很嚴重的癲癲 然後情緒控管的不是很理想 我有聽那個不要愛分享 我有聽過 喔 讓愛分享 她就是很開放 很熱於分享的孩子 可是她就是現在是青春期 她就是有個困擾 她就看到人就很愛抱抱 尤其是她看到郭彥均哥哥 她每個禮拜六 禮拜天都要看超級總動員 那帶她的這個過程 剛開始也是否認 可是之後接受了之後 我就覺得說我們應該要好好的把她帶大 然後讓她生長在愛的環境裡面 因為我們家是非常有愛的家庭 後來認識天使新之後 真的覺得父母要走出來 孩子才有希望 然後她又很愛做捷運 我發現她出來之後 她很愛做捷運 很開心 對 然後尤其我們參加了天使新的傳奇營 還有336的活動之後 她只要說 我只要跟她說 我媽媽星期六會帶你來參加336的活動 她就很開心那一天 那幾天就會很乖 愛奇兒家庭充滿生活困難與挑戰 長期背負照顧與社會大眾眼光的壓力 容易造成身心封閉不健康 因此基金會期盼有更多人 能給這些家庭溫暖的回饋 替他們加油打氣 記者問君 台北不到 記者問君 台北不到 走走走走 快點